为什么我们讲民主政治比较好 我们不是说民主政治完美无缺 我们只是说民主政治 最适合现代比较发达的工商社会 我们只能这么说 你说民主政治有没有缺点 有缺点呢 你看美国上次总统选举闹了天下大乱 不就是缺点吗 那是一个缺点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其实大家多好注意到了 美国的这些不管是华尔街这些 大家的金融公司也好 或者甚至军火商也好 他们对于美国社会有没有破坏呢 有破坏 因为他要超级利润 他要保护他的利润之后呢 就影响到一些东西 对没有错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当这个力量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上 政府可以无所限制用这力量的时候 那老百姓就无所顿逃了 对不对 所以国家是到底是要保护老百姓呢 还是要残害老百姓呢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金石 所以我们讲的是 对美国的军火商也好 华尔街也好 对于美国的社会 乃至甚至对美国的民主政治 是有伤害的 这点我们是深有同感 而且还不止是这些了 你说现在这些大的跨国公司 不管脸书什么推特 或者说这个油管 或者说什么这个Instagram等等 抖音等等 你说对于这个社会有没有冲击 有冲击 不管是对这个竞争也好什么等等 他都会有所冲击 但是民主政治的好处就是 当他认识到问题的时候 他比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 比较有自我改善能力 所以这些我想我再说一次 我不是说民主万能 我只是说相较之下 民主比较好 民主比较可接受